父亲背着墙堡中的银儿在森林里探索 整个森林都透出一丝丝的诡异 身为盲人的彪子 只能依靠着耳朵和鼻子来感受这个世界 随后他来到一棵大树前 抱着大树貌似在摸索什么 此时此刻 彪子突然察觉到周围有点不对劲 背下的脸滚带爬摔了下去 但是他并不担心自己的安危 反而更担心上面的孩子会哭出声音 一旦狗熊被孩子的哭声吸引 那么后果绝对是他不敢想象的 可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立马爬上去想吸引狗熊的注意力 眼看狗熊朝他大吼 一手拔出小刀 朝着狗熊的脖子猛扎了十几下 然而五大三粗的狗熊没有一点受伤的样子 刚捡起地上大刀想给狗熊来个致命一击 就在这时一只剑擦着他耳朵边射来 狗熊直接硬身倒地 摸着被一箭毙命的狗熊尸体 彪子立马询问对方是不是钢弹 毕竟在这个全是盲人的时代 除了钢弹外 他没见过第二个有这种能力的 可能大家对这人还不是很了解 在几万年前由于一场致命病毒的爆发 导致所有人都失去了视力 人类也因此推化到了原始时代 而钢弹却是仅有能看得见的人 他自然也就被这封建的时代当成了一类 当今的女王为了捉拿他 特地成立了一支强大的队伍对他进行抓捕 然而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那就是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 而彪子自然而然就变成喜当爹 随后钢弹认出了包袱中的婴儿是他的孩子 于是把挂在脖子上的钥匙交给彪子 并且告诉彪子箱子在河流的瀑布下的山洞里 箱子里面是他留给孩子的礼物 这些礼物能开启崭新世界的大门 务必要在孩子们12岁时候交给他们 说完后亲吻了两个孩子 转头消失在森林里 彪子有着太多的疑问还没得到解答 便一直在呼唤钢弹的名字 却下巧被叛徒阿呆给听见了 阿呆转头跑到河边 把所听到的一五一十都告诉了自己的小姨 两人已经对钢弹恨之入骨 小姨的父母正是因为钢弹而死 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一次报仇的机会 接着他们来到森林深处寻找影子 影子是属于行动轻快 专门打听消息的特殊存在 一般只在森林深处游荡 不一会儿影子就出现在了他们身边 好奇观察着阿呆他们 甚至丢出一块小石子调戏阿呆 小姨明白这是影子的手段 随后立马跟影子表明了来意 并且询问影子需要什么样的回报 经过两人的一番口舌 成功取得了影子的信任后 影子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第二天彪子根据提示爬上了岩石 来到瀑布上方 摸索着找到了瀑布边的一个山洞 果然里面放着一个上着锁的箱子 接着她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妻子小美 小美表情上显得有些恐慌 因为她不知道箱子里会有什么 又会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后果 两人最终还是打开了箱子 首先拿出来的是一个帆船的小模型 布底下还有大量书籍 两人从小就没有触碰过书籍 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是什么 可当梅宜摸到书本后却激动万分 她曾听老姨被说 书本里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 这些书本一定会颠覆孩子们的认知 小美听到这里 决定将这箱书籍先买起来 等约定好的是二年期限一到 就将书本交给孩子们 他们的对话已经被后面的影子听了一清二楚 当影子离开时被察觉到 梅宜在彪子手心比划了一下 便离开了这里 彪子拿起武器在屋子里摸索 这边影子将听到的实情告诉了叛徒阿呆 但阿呆却没有将实际情况告诉她的小姨 而是欺骗她隐瞒了真相 决定每天做一个漂流瓶 先将消息放出去 女王终有一天会知道这里的情况 如果还得不到女王的消息 后面便慢慢增加漂流瓶的数量 她要将这里告诉整个世界 说着说着两人竟然亲了起来 此时的影子竟然在洗漆身上的污垢 她到底在隐瞒着什么样的真相 彪子没找到偷听他们谈话的人 误打误撞来到了阿呆这 搁阿呆肩并肩坐在石头上 她的样子非常像是知道什么 有意无意聊着部落里的事情 彪子突然提起在部落里被其他人偷听了 把阿呆吓得大气不敢喘一口 也许是察觉到阿呆的异样 便开口威胁阿呆不要做没意义的事 阿呆本就对彪子心怀恨意义的 此事后她的恨意更加深了几分 全身颤抖坐在石头上不知思考着什么 这边军队正在各个部落寻找屋者的下落 一旦找到他们对他们来说一定会是灭顶之灾 甚至将人极其残忍弄成笼子 随后让手下将抓捕的信息传递给女王 镜头转到女王这边 听着手下念出将军传递回来的信息 女王便拿手认真阅读神节上的消息 分辨出这是一条作假的神节 反手将此人的脖子抹开 随着女王轻轻摇摆着领挡 一名女手下便来到女王床前 发生了一些非常不雅的画面 女王一边享受着一边喊着钢带名字 钢带与女王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将两名与叛徒有关的人 捆绑在所谓的形台上 随着女王摇动手腕上的领挡 他们便渐渐伸到半空中 女王便对着周围的人开始演讲 或许是真情流露 脸颊上布满泪痕 用手将形形开关打开 两名囚犯瞬间全身通红 挣扎一会便失去了生命 转眼之间来到三年后 原本墙堡中的宝宝已经长成小孩 小美让妹妹汉娃将手上的玩具交给梅姨 玩具精准无误放在梅姨手中 随着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梅姨感觉到两个孩子与他们的不同 渐渐觉得他们看得见的能力是真实存在的 确定这两孩子是新世界的未来 但两个孩子是通过母亲的故事了解世界 随着他们越来越大 也明白自己的与众不同 白天能愉快在河里抓鱼 晚上在草地上奔跑 看同岁的小伙伴们洗澡 小伙伴们却没有任何的察觉 而这些都是部落的族人没办法做到的 他们为了能更好地隐藏自己 会将眼睛蒙上去做一些事情 也得知这个世界有一支精英部队 为了抓捕到屋者会不择手段 很快来到约定好第十二年 梅跟着小美来到河边 劝说让孩子们学习书本里的知识 小美夫妻决定不让孩子们学习 她只希望自己孩子们平平安安 不想让孩子去面对危险 尽管梅一再怎么说也无济于事 不过也可以理解 毕竟哪个母亲又不疼爱自己的孩子 但随着孩子们逐渐长大成人 相信她也会慢慢察觉到 孩子们不属于这里 他们应该属于更加宽广的世界 这天夜里梅一私下找到了 双胞胎汉娃与汉峰 将书本交给了他们 并将埋藏多年的真相告诉了他们 两个孩子明显不太接受事实 哥哥汉峰一时无法接受夺门而出 身为女孩子的汉娃心智早已成熟 在汉妮的卷说下 汉峰坦然接受了这一切 两人也渐渐接受了现实 阅读了亲生父亲刚难留给他们的话 全然不知 彪子此时正在外面偷听他们的对话 此时此刻如果说不在乎是假的 说不定他的心里比谁都心疼 便叫来了梅一与他对质 质问梅一明明不允许孩子碰箱子里面的书籍 为什么还把箱子里面的书交给孩子们 他觉得是时候让孩子们学习新的知识 刚开始他的想法遭到了彪子的极力反对 但在经过他的三寸不烂之舌下 彪子便成功被梅一说服了 毕竟这两个孩子代表着希望 对于这个世界来讲也将是一个新的开始 回来的彪子慢慢摸索走向火炉 坐在床边不知再思考什么 第二天兄妹抱着书本便在瀑布下阅读 相信随着阅读越来越多的书 见识和眼光将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甘愿平凡的 要是甘愿的那也是因为自己自暴自弃 或者经历过人生的大喜大落才会选择平凡 在河边洗衣服的人捡到了一个漂流瓶 是不是代表着叛徒阿呆已经把信息传递出去 接下来他们将面临的是什么呢 如果女王的军队随着叛徒阿呆的线索找到他们 到底选择交出汉娃与汉风呢 还是跟军队奋抗到底 而军队将会对阿呆进行奖励吗 好了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关注我下一集发生的事情绝对是你意想不到的 感谢观看